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亚洲我最标 那么周五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几个很技术面的观点 说真的 这个大盘今天叠300多点 很多人都看不下这个盘 尤其是货柜三雄 长荣 阳明 万海 今天这三档股票 收盘不是说只是跌停板 而是说收盘跌破7月份以来的新低 看到这个盘是 说实在的 看到这个货柜三雄会令人难过 不过还好啦 我们在之前上礼拜五的时候 就跟各位预告 这一周的货柜运价会形成反转 同时在前两天 我们也跟各位讲 这种底部形态一旦跌破 一定要设停损 有没有跟各位讲过好几天 昨天还在讲一次 低点一定要设停损 还好 铁粉们或者是说有强强短的投资朋友们 你们听到我的建议啊 低点有设停损 希望伤害不会太大 最重要的 我说今天的主题跟大家分享 技术预告趋势 礼拜五时间啊 放轻松一点 好 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休息两天 今天晚上虽然说还有美国股市的一个波动 但是怎么样看这个趋势 就好像盘中盘后 好多好朋友都问我一个问题 老师 大盘跌到这个地方 只跌了没有 货柜三雄会跌到哪里 是不是 这个技术面 谁可以跟你讲这些观点 我相信全市场上 那一直买一直买的人都跟你讲 每天都是低点 那就不用听了 那这个地方 我们是高点 甚至包含还没有破今天的平台景线之前 我们就告诉大家 先避开 技术面是怎么样来判断呢 怎么样来预告这个趋势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 10月份的主流股 不是在货柜三雄 我们今天把这些观点 周末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 技术教学了 大家周末轻松一点 因为今天看到这个盘是跌300多点 我相信很多好朋友啊 看不下去了 我们今天用一点比较专业的角度 来跟大家分享 到底这个盘跌到哪里有支撑 货柜三雄跌到哪里有支撑 如果支撑止住了 那才是真正的低点嘛 如果连支撑都没来 一直拆低点 没有意思 说真的 每天都是低点 每天都是低点 那后面天天都便宜怎么办 这个方法不对的 一定要做功课 好 我们今天针对这个主题 技术预告趋势 跟大家一起周末来做分享 如果我讲的比较稍微深一些 或者是技术面 有点跳高一点的层次一点 不是那种最基本的入门的话 周末时间你可以多看一下 或者是说你可以上网络 Google一下 有些技术面的观点 我今天不是从最低 最低层的那种入门开始讲起 我是直接讲到实战 好 实战的目标跟测量 如何来做观察 这才是真正讲技术 我说我的时空计量学 其实很多东西 我们都可以事先跟大家分享 不过说实在的 我也说过 我感到好几个同业 一直在有观看我的内容 把我的一些分析的观点跟看法 好像他们也都认同 好 这个部分我们是教学的方式 交给大家就好 希望大家都能够懂 铁粉们也都能够第一时间 先来做一个了解的动作 好 那光辉认真听了 好 我看到你这边很认真的在听 来 我好好跟你讲 那么 今天的盘中啊 我们就跟各位讲太阳能 小老鼠ASIA168 加入我的Lite8啊 好朋友要跟我打个招呼 我才能够私讯跟你做分享 这些精彩的重点 那么在TG的部分呢 不用加小老鼠ASIA168 还记不记得我昨天讲的 我说我不看好航运股 最近呢 有一些粉丝啊 就说 哎 这个不看好 没办法 他们手上都是航运股 那 不愿意再看我的TG 也不勉强 说真的 这个市场上啊 毕竟 每天好像表演100分 或者是每天都跟你讲说 这个货柜三雄要大涨的 你不但会加入他们的粉丝 加入他们的会员 还希望说他们把你的股票喊上去 我说我们做分析啊 我在市场上 说实在的 我不是像那种 很会哗众取宠啊 讲了很多天花乱坠的内容 然后呢 讲错了 一段大行情修正下来 可能就休息半年 一年两年以上 我是在市场上 从民国85年 净投雇到现在 我一直在这个投雇圈里面 好 一直在这边做分析做研究 这个地方很多好朋友都知道 每一波包含了97年 包含2008年的大修正 我们带会员朋友是安然平安的度过 甚至还放空大赚 那么这个时间点 之前已经有一个多月时间 好多好朋友问我说 老师 你这个时间为什么不放空 我跟各位讲 你去看一看 政府基金买了多少股票 外资持股现在 持有台股的比重超过四成 就像我今天尾盘 我就跟各位讲 大盘那个时候跌400多点 我说你也不用太担心 怎么说不用太担心 外资 政府基金 你去算一算 他们的持股加起来有多少 你有算过吗 不要说你了 很多分析都没有算过 所以说跌到400多点 有些今天就大砍股票 砍完以后再重新再来一次 这个关键 今天尾盘大盘指数 尾盘留下了68点的下影线 意外吗 不意外 政府基金 外资持有台股的比重 真的很多 你不用担心指数 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大盘 会怎么样的发展 最重要的 他一定会想办法 让人气不要涣散 怎么不要涣散 从9月份到现在 我一直跟各位讲 他会去拉中小型个股 大盘今天收盘跌了300多点 还是有中小型个股涨停板 是不是 那这个关键重点呢 来 我的时空计量学 MAS2485.com 或者是我的YouTube频道 每天晚上8点到9点钟 锁定我的频道 一起来掌握这个关键 要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才可以有通知哦 免费的通知 那么最重要的这八个字 如何趋吉避凶 预知未来 绝对不是猜的 我们今天说技术预告趋势 市场上有太多太多的MEGA 真的是你在盘中看得很用心 盘后做功课 不但是我一个人做 还有我们的团队一起来研究呢 把这个市场的趋势跟重点 跟大家一起分享 你看全市场有几个人做得到 讲白一点了 刚才下午时间盘中时间 好朋友就在问我说 老师 这个太阳能冲高又压回来 到底在做什么 结束了没有 甚至包含 刚才我看到说 有好朋友问到说 这个立国的妈妈 信国的妈妈 这个怎么样 今天表现上还是稍微有点弱势 前两天我就跟各位讲 AI概念股很弱的时候 压下来盘中的低档 你有仔细观察吗 内武盘百张千张的大单 挂在底下吃货 今天这个盘是 包含了太阳能 包含了像信国的妈妈 你看到这些股票 在震荡压低的时候 你想想看 谁在买 难道都是散户追杀吗 散户在追买吗 低买吗 绝对不是吧 换句话说 就像我昨天前天所讲的 如果像AI概念股 股价十几块 未来真的有 有这种成长力跟爆发力的话 十几块的股价 它不把散户给洗出去 怎么大涨 信国你看到了 那信国的妈妈呢 这个很多个股 一档接着一档 是有关联性的 接下来十月份 包含了十月八号 五倍券的起跑 今天呢 政府又开始加码 加码国旅券 加码一倍 加码到240万张 这个要留住台湾 八千亿的旅游观光市场 你说十月份会涨什么股票 接下来十月十八号 十月十八号 鸿海的电动车 要发表三款 不是一款 是三款电动车 马上就要量产了 明年 你想想看 以鸿海的制造整合能力 台湾多久没有发表 本身的电动车 不要说电动车 台湾这么多年来 自有台湾制造的 汽车 电动车 有几台 真的是很期待 也很希望 鸿海赶快长大 把台湾的汽车市长 抓回来 那么 这种趋吉避凶 欲知未来 绝对不是叫你 就天天的去追高 追高 昨天去追仿资 我昨天怎么讲 昨天好几位好朋友问我说 老师 我有南方 会不会过前高 我有利率 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我跟各位讲 不要看得太远 今天强 你可以续报 如果转弱 你就跑 你就跑 今天呢 南方 打到快跌停 利利跌停板 昨天强势的纺织股 今天又倒下来 我讲的对不对 太多可以印证了 这些趋吉避凶 不是我乱猜的 我们讲的很多分析 是真的讲未来 不是说 我早就告诉你 那种讲早就告诉你 想一想 你真的有记得他讲吗 很多市场的分析 都讲的模拟两可 好像多也讲 空也讲 实际上 股票分析不是这样子做的 那么这个关键 来 29号 我们说从周线 5月份的低点 跟8月份的低点 上升趋势线 16735 有没有跌破 昨天拉起来 周KD还很接近 还没有交叉往下 今天压下来 今天 从前天到今天 跌了285点 周KD是不是往下 我待会给你看 那么这个时间点来讲 你仔细观察 这个关键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我们昨天讲说 15159到16248 上升趋势线 点到了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点到 那今天大盘呢 跌了363点 不是点到 是跌破 是跌破 昨天讲的重点 又印证了 前天讲的重点 又印证了 来 看看我昨天讲的 大盘在这一次 不是从低点起算 是美国中国的贸易战开始 7月份是第34个月的时间转折 那么现在 那个9月份已经收盘了 10月份又往下拉回 是不是更确定了 中美贸易战第34个月的时间转折 7月份 18034 18034 了解吗 这个关键重点 想想看 这个关键重点 跌下来 你如果是外资 你如果是政府基金 你会卖什么股票 去卖太阳能吗 外资跟政府基金持有太阳能的比例非常少啊 了解吗 外资有什么股票 政府基金有什么股票 接下来如果说指数做修正 他们要提款 总要找银行账户有余额的吧 外资持股多的吧 这个观点大家都可以了解 这个我们就不要强调了 好不好 你记你明白就好 全职股那些千金股啊 能避开就避开 最大的关键 来 前两天我讲说 道琼啊 反弹到季线 还会再压回 我讲完 28号讲完到现在 跌了一千点了 28号 我讲这个观点的时候 跌了一千点 纳斯达克呢 跌了521点 这都是前面讲的 接下来呢 会到哪里 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讲这个观点 才是真的分析 不是说事后 哇 事后谁拿出这些证明给你看啊 我有太多的东西都可以证明 我们是讲在前面的 那么这个关键重点 来 你看看今天大盘 3396亿 今天是下杀有量 有没有 下杀有量 长黑跌破 上升趋势线 有效 就算下礼拜一 连跌了四天 有没有 这四天下来之后呢 就算礼拜一反弹 没有站回上升趋势线 反弹是卖 不是买 我讲的是指数股 是千金股 反弹上来指数股 千金股 上来 小心外资 继续提款 好 这个关键重点 来 你看看大盘的周线 上升趋势线 是不是跌破 周KD指标 是不是往下压回 我还要讲什么 讲未来 今天中午时间呢 礼拜五的时间 轻松一点 明天台股没有开市 我们现在讲的东西呢 你在礼拜六 礼拜天有兴趣 你可以多听几遍 好 这些内容 我不会说 把过两天的节目 就把它删掉 没有必要 你可以多看几遍 大盘的KD 上升趋势线 我在今天盘中 新闻台连线的时候 尾盘 非凡商业台连线 我说这两个重点 一定要注意 上升趋势线跌破 周KD指标 早上的时候 周KD指标 还不是那么明确 到了尾盘 非凡新闻台 非凡商业台连线的时候 我就讲 上升趋势线跌破 保守一点 周KD指标 往下 中期 还要修正 那关键重点来了 会跌到哪里 我们今天的标题 技术预告趋势 不是说 画一条上升趋势线 哇 这就叫做技术预告趋势 太简单了 低点低点的连线 你叫小学生 不用什么数学计算 只要点跟点之间 拿一个尺一画 这么简单 那大家都会 盘中 谁告诉你 昨天谁告诉你 上升趋势线 还没有点到 点到拉起来 漂亮 就有支撑 今天是什么 今天是长黑 大量跌破 谁告诉你 太多了 来 重点来了 挺好 同样一条线 美国纳斯达克 连续三天黑K拉回的时候 今天早上 9月30号 收盘 接近8月低点 守得住 守不住 我先讲结论 守不住 为什么守不住 不是纳斯达克的问题 是美国股市整体的问题 怎么说呢 最近9月上个礼拜 这低点 还没有到8月的低点 16383 16283 这个位置 16多少 16200多点 还没有到这里 这个地方 回到8月低点 回到半年线 有支撑 但是守不住 原因在 稻穷 你看看 稻穷8月份的低点 稻穷8月份的低点 这一波跌破 反弹 再杀 收盘点位 已经破了 8月份以来的新低 8月份的低点 形成一个M头 是不是 形成一个M头结构 满足了没有 还没有 那 稻穷在这几天的时间 长黑小反弹 长黑再一个小反弹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这种周线的长黑 你待会看 我今天没有印周线 我待会给你看 后面的时候再来讲 周线的长黑 还是确定往下 主要是8月份的低点 你去对照一下 纳斯达克8月低点 还没有跌破 但是稻穷早就跌破 而且是长黑往下探 那关键重点来了 注意哦 精彩的重点 费城半导体 它的上升趋势线 今年5月低点 跟8月低点的连线 好像最近这几个月呢 走一个上升趋势轨道 29号 昨天早上跌破 比我们的大盘呢 早一天 这也就告诉你 台湾的走势啊 比较偏向的是跟 这个废半 好 这根跟废半走势 纳斯达克是回到低点了 废半呢 昨天破上升趋势线 今天盘中有反弹 还是跌下来 今天早上 是不是 那这个关键重点来了 今天的主题 黄金切割率 这个黄金切割率啊 1比1.618 它有一个很 这个 1比1 然后1.618 这种旋转螺旋的比例关系 这种螺旋的比例关系 你如果想知道详细的计算 你可以去Google去搜寻一下 我今天我不是教你做这些计算 因为一般人 如果用计算机算 也算不出那个比例 现在的技术分析 都是用股票软体 很多软体 连券商软体都有 你要学着去用 都可以去学 但是这要花时间 而且每一家券商 我也没有办法去 跟他们说统合 大家都有这个功能 我把我的公司的电脑的 这个算出来的结果告诉你 这叫做黄金切割率 那黄金切割率到底是什么 简单的讲 有一个黄金比例 1比1.618 很多大自然美学的观点里面 都有一个 1比1.618 或者是0.618 0.618再差一半 0.309 然后呢 0.618 再加上去 这些数字切成五个等份 这些数字呢 有一个一定的比例 叫做黄金切割率 我今天要跟大家的是 在应用 讲实在 大盘哪边有支撑 美国 美股哪边有支撑 甚至包含 最热门的台积电 跟货柜三雄 为什么我一直提醒大家 这种走势要小心破地 真的 8月份 9月份 没有强短 很多人跟你讲说 哇 跌下来 跌了四成的 这个货柜三雄啊 要带你去 这个解套 我说最好的解套 不是买货柜三雄 我跟你讲过 我说我讲这些观点啊 很多水手们不能认同 今天就算认同了 也来不及 我只能讲说 你买两百多块的长荣 阳明 买三百多块的万海 现在你回想起来 真的 马老师 你真的都讲对 以前还有好几个很有趣的例子啊 不管是97年 9309 跌到3955 或者是2008年 那种大跌下来 我们带会员不但是避开 还放空下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 后来有一些会员加入的时候 好几位啊都跟我讲 老师 那一波 97年 2008年 你真的 方向股票都看对的时候 我不敢加入你的 也不敢看你的节目 我说为什么 我讲错了吗 他说 你讲的趋势 真的都对 而且你是真的是市场上 真的在讲真话的老师 好 分析趋势 怎么看就怎么讲 不是为了做生意 一直跟你讲说 买买买的那种老师 他说 为什么不看我的节目 我都讲对了 他说 因为 我手上的股票 你不看好 他股价一直跌 我好害怕 看我 看我的节目啊 然后他的股票 又再跌下去的时候 他会更害怕 像不像我最近跟你讲的股票 今天又在破底的一堆啊 我今天就不要去讲这些 没有意义了啦 因为已经 你已经伤害很痛了 我知道 所以我也心里也明白 很多投资朋友 在这个时间点 不敢看我的内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点名的股票 是你的股票 往下跌 我真的讲对了 还会再往下跌 就像大力光 3000块就有人想买 今天的大力光又破底了 现在剩多少 差了多少 对不对 这些观点 我都讲真话 讲在前面 可是你如果 用逃避的心态 不看我的节目 就一直爆 一直爆 我跟各位讲过 200多块的长荣扬民 300多块的万海 有些股票啊 创的历史新高 就像你买在18000点 你接下来下一次 台股再充18000点 你的股票不见得会解套 因为下一次 可能走的不是台积电 走的是电子股的其他 金融股的这个主轴 或者是传产的龙头股 攻18000 不是你的股票 因为产业景序循环 一直变动很大 这个观点 黄金切割率怎么应用 讲简单一点 什么叫做黄金切割率 美学 这种美学呢 你看川普总统 美国的川普总统啊 有人就把他那个 很酷的头发造型呢 画一个黄金螺旋 有没有 画一个黄金螺旋 还真的 那个比例还拉得还蛮合的 看起来这个黄金螺旋的 这个头发呢 还蛮有个性的 是不是 美学 很多东西 包含了从建筑 从人的比例 最简单的 你看建筑 很多建筑师啊 他们所做出来的那种很有特色的建筑 其实是很符合黄金比例的美学 看起来很舒服 不会看起来就觉得很别扭 那么从人像 美学 甚至到医美诊所 他们所强调的 那个五官的位置啊 三庭五眼 额头的发现上面 到这边 到鼻尖的地方 鼻尖到下函的地方 一比一比一 甚至宽度 是五个眼睛的宽度 五个眼睛的宽度 五眼 这个人像 比例 都有一定的黄金美学 讲白一点 就是统计出来 怎么样的比例 最好看 不管是自然的 建筑的 甚至在股票市场上 来 进入今天的主题 这个技术面的一个观点啊 技术面的观点 预告趋势 怎么看 我们先讲一个重点 我在今天尾盘的时候就讲 这个盘是 你不用担心指数 会有人顾 跌400多点 拉起来 有没有 带68点的下引线 68点的下引线 我跟各位讲 今天这个尾盘拉抬 失败 怎么说失败 这个拉抬失败的关键 来 我从五月份 15159 到八月份的18034 这一段的涨幅 切割黄金 黄金切割率 0.809 0.618 0.5 其实0.5是后面在加的 黄金切割率是没有0.5 是加的一个二分之一的法则 0.809 0.618 0.5 0.382 0.191 这五个数字 你不要真的拿计算机去算 很多券商软体都有 甚至连网路一般的 那个市售的软体也都有 低点 点一下 到高点 拉出黄金切割率 把这一段的涨幅 切割成 这五个比例 我说今天的尾盘拉抬 为什么失败 今天的拉抬收盘是 16570 16570 有没有守住 二分之一的位置 没有 没有守住 二分之一位置跌破 代表说 这一段创新高的最后涨势 它已经回挡超过二分之一 回挡超过二分之一 转弱 二分之一就是说 涨上去 这一段 比方说涨1000点 它现在已经回挡超过500点 超过二分之一是 转弱的讯号 今天尾盘没守住 失败 我这样讲 可以理解吗 没有守住 二分之一 16597 好 这点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这个关键重点 我们在盘中 我就讲说 今天大盘早盘 上市跌240点的时候 没有一家跌停 说明是外资提款指数股要避开 今天外资卖了396亿 相反的太阳能 太阳能逆势大涨 中小型股的拉抬 是掩护指数股的提款 我看好的 还是接下来五倍券受贿股低阶 那这个现象呢 盘中10点20分 我说大盘啊 美国道琼电子盘又大跌210点 大盘5月17号的低点15159 跟8月20号的低点16248 两点连线的支撑在16693 跌破 续转弱 当时跌200多点的时候 我说还会再转弱 到12点多过后 跌了多少 400多点 持续避开外资提款股 今天外资卖了396亿 再来尾盘时间 我说大盘跌2.08% 电子只有跌1.62% 主跌的是航运跌7.27% 货柜三雄啊 破底 打到 打到跌停板 拖累大盘 外资跟政府基金的高持股 会互盘 低阶主流股 等的太叫 我不是去买指数股 我还是看好五倍券受费股 今天 政府又宣布了 加码国旅券 这是利多 五倍券的利多 好 那这个关键重点来 你再回头看一次 大盘今天 收盘点位 有没有从五月到八月的 五月份到七月份 五月份到七月份 这一波涨势的二分之一 有没有守住 没有守住 再来 纳斯达克呢 从五月涨到九月份 纳斯达克涨到九月 今天早上 虽然三连黑 接近了八月份的低点 可是它是跌破 0.618的位置 这个支撑已经跌破了 接下来前低或者是半年线有支撑 不强 还会再跌破 好 那再来你看那个费城半导体 费城半导体 它的走势上升趋势线 从五月跟八月连线过来的时候 它的昨天早上已经跌破 上升趋势线 有没有回到 没有 比纳斯达克强 比稻穷强 可是呢 它现在的支撑点在多少 3239 还没有回到支撑 以稻穷走势来看 最明显的 你看稻穷 稻穷不是跌破二分之一 它是跌到0.382 其实以这一段下来跌了多少 从六月的低点到八月份的高点呢 它已经把六月到八月 这一波涨幅的七成跌掉 稻穷是最弱势的 了解吗 稻穷是最弱势的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也告诉你 弱势的标的只跌了没有 接下来0.191 这一段涨幅剩下0.191的支撑 在33722 33722 这个部分告诉你说 还没有真正的止跌 如果有线拉高 只是反弹 那最重要的台积电呢 你看台积电今天收盘跌破 二分之一 578块 你知道578块很有意思哦 大盘在这个五月份 到九月份台积电冲到 晶圆代工涨价10到20% 冲到九月份的638块 这一段的二分之一 578块 你回头一看 578块今天跌破 为什么这么重要 前两天578反弹 578反弹 今天跌破 为什么578这么重要 来 6月份的低点 7月中的低点 都是在守 578 甚至在这个8月份的时候 跳空缺口的位置点 578跌破 马上又站上来 578是从5月到9月 它这一段涨势的二分之一 也是6月7月8月缺口的重要支撑位置 今天跌破 真的可惜了 我讲真的 真的可惜了 那这个现象 7月2号 我们就讲说 这个盘式啊 很明显的 货柜三雄 船上都是人 有没有 货柜三雄 船上都是人 你需要去帮人去抬轿 去帮人划船吗 不需要吧 对不对 不需要去做这些动作 但是一个关键重点 你看到7月份 我们当时7月份讲的 353块的万海 满船都是人 233块的长荣 甚至包含 这个234块半的洋民 现在回头一看 你知道差多少吗 5成 从高点下来 5成 真的太可惜了 真的 这种情况 上礼拜五 9月24号 我就跟各位说 过去20周 每一周 大概都是涨1% 涨1% 涨1%的 我们都有在看 每个礼拜 大概都是涨1% 1%的幅度 上个礼拜 只有涨0.46% 还记不记得 上礼拜五讲的 下周反转 结果呢 因为今天10月1号 他们要国庆休市 所以呢 他们在昨天9月30号 提前公布 反转 一反转 你看到今天 长龙 杀到跌停板 有好朋友说 马老师果然厉害 一切先预告 果然大跌 航运也破底了 还好没有去抢 真的啦 你至少先不要受伤害 你知道这个差距会差多少吗 同样是一笔资金 你7月初你去买 长龙 阳明 万海 现在可能剩 五成 差很大 真的差很大 大盘有跌到这种程度吗 没有耶 这个关键 长龙跌停 看了是替那些人难过 你知道接下来是 什么人很难过吗 只有货柜三雄的人 看我的节目会看得很害怕 全市场上 谁跟你讲 上礼拜讲 这一周的报价会翻转 这两天跟你讲 那个平台警线 你一定要设停损 接下来 我跟你讲 更严重的 融资 融资 融资余额 股价跌五成 抱得住吗 你是很想心里说 你赶快再去搬别的钱 去把它换成现股 继续给它拼 跟它凹 你的想法 我都可以了解 但是我跟你讲 不要这么做 做错就停损 你真的有钱 再从别的股票赚回来 弱势股一旦腰斩之后 要马上V型反转回来 除非是像疫情那种 又突然的大爆发 不然机会 真的不高 你去看一看 货贵三雄的融资余额 我讲到这里就好了 我就不要再点了 再点下去 融资朋友会受不了 因为真的亏太大了 我看了都替他们难过 真的 长荣跌停 扬名跌停 万海跌停 我还是提醒你一句话 我昨天讲 我这个礼拜讲了好几次 破低点 你要射停损 真的都杀到跌停板 最重要 这一年线代表卖高股息 一直强调这个 低点不要破 低点不要破 你看到低点跌破以后 这一段 套了多少分析 不要说投资人 很多分析 带你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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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全部套牢 是不是 这个关键重点 很重要 底部跌破 先退 先退 你就算你看好 他的配息很好 他的明年景气 还是会赚很多 可不可以等他 止跌再来买 你如果一直抱下去 他一直去砍融资 股票市场上 有些时候 他不是这么理性的 为什么 里面牵涉到的主力 大股东 他要洗你的筹码 就算是再好的股票 他可以让他 撒到破底 再拉起来 我最近这几天 我跟一些好朋友聊天 我说我们看过 这有些股票 其实还是不要讲 讲下去 我觉得会得罪 这些集团不太好 有两家公司 明明是一个集团要吃的 结果呢 他让他的股价 破底 搞到好像要倒闭一样 然后最后一盘 全部吃走 拉上去几根涨停板 告诉你说 他介入这家公司 今年又发生一次 真的 这个以后有演讲会场上 这些股市的秘星 内幕了 我们再慢慢的跟各位讲 讲起来很精彩 不输八点档的黄金剧情 只是说因为这些公司都还在 公司的老板或者是超板手 可能也会看到 那我可能会被告 因为最近啊 有些老师就是 跟那个网友在告来告去的 我也不知道他告什么 说实在的 股票做不好就停损吧 说实在没有 没有一个老师说 可以做到每一档股票都赚钱 但是一件事情 把精力花在分析上 不要花在那些 看网友讲什么 看那些什么 市场上八卦的讲什么 我没这个时间 我助理跟我讲这些 我也没有兴趣听 那一个关键 长荣是不是破底 我有没有跟各位讲 我问你 长荣破底之后支撑在哪里 全市场谁能够告诉你 这才是技术预告趋势 下面的支撑在哪里 能够可以判断吗 能够遇到支撑 可以止跌吗 如果不能止跌 接下来的支撑 一个支撑 一个支撑又跌破了 可以买吗 当然不行 那支撑在哪里 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都跟你讲说 低点低点 哇底部到了 底部到了 讲了两个月 今天破底 是不是 讲了两个月了 今天破底点 没办法 我讲真的 这个关键 我待会跟你讲 今天的主题 技术预告趋势 阳明的支撑在哪里 哪边会有止跌的机会 如果止跌点都没有办法止跌 他就真的会杀融资 听我讲真话 我不希望跟你讲一些 哇底部底部底部 都是给你买那种 猜底的游戏 没有意义 相对的万海呢 万海今天不但是破底 而且是破了半年线 之前我就跟各位讲过 台华投控 还记不记得 2636的台华投控 这种底部形态 破底之后 盘一盘 或许有小板坛 盘一盘 如果再破底呢 不能猜啊 这个 景气循环股 看的就是报价 如果报价一转跌 我跟你讲 很多法人大户会一路追杀 很多法人大户会一路追杀 了解吗 好 最重要的 你看长荣 来一个一个来 长荣破了半年线 五条均线盖顶 今天下一个支撑点在哪里 黄金切割率的0.191 在95.55 有点恐怖 会不会来这里 不要说95块5 95.55这个位置点 这条蓝色线 95.55点 95.55才有支撑 我跟你讲 低到100块附近 有人融资会 凹不住 因为这一段已经跌了多少 五成 跌了五成 相对阳明呢 你看阳明支撑在哪里 98.67 也是要破100 支撑还没到 你看这个K线 今天的量16万张 会不会来 我不敢说一定会 但是我提醒你 不要说到什么98.67 再下去 市场融资会哀嚎遍野 很难过 可是每隔几年都会看到一波 我们在市场上这么久了 那个节奏 那个主力控盘在想什么 我们都知道 为什么在这个7月8月 8月到9月份 我一直跟各位讲 我带会员都不建议你去买这些 原因就是他的筹码面乱掉了 上面一大堆散户 不但买 而且还用融资买 你说不把这些融资洗出来 他会让他止跌吗 很坏 这就是股票市场 很残酷 很现实 这个情形之下 万海如此 你看看反过来信国 信国今天收盘 又差一些些 盘中144差一块 又要涨停板 看设计师 看好朋友们 这个都在讲 信国的妈妈 到底怎么样 我跟你讲 很看好了 信国会赚钱 信国的妈妈 真的会赚更多 股价没涨 干嘛 洗你的筹码 就这么简单 你说 信国继续创新高 信国的妈妈不涨 有道理吗 有些时候你换个角度想 他不洗你的筹码 把你的筹码洗掉了 马上大涨 就跟我前两天讲 AI概念股一样 这个观点 你看看信国 你看到信国感觉上 好像这个大盘涨两三百点 是大盘收盘跌363点吗 那个落差实在太大了 为什么 信国今天的收盘 他开低盘 你看 信国今天开盘是127跌5块 开盘开在最低 收盘几乎是收最高 插5毛收最高 你看 开盘先回测5日线 好像要转弱了 结果把 没有信心的 昨天上影线最高的 一开盘卖掉 全部洗掉 再创新高 如果信国一直往上走 信国妈妈会坏吗 信国妈妈会生出这么好的儿子 怎么会是坏妈妈 开玩笑了 放轻松一点 那这个 我跟你讲 有一个好儿子 妈妈也会很高兴的 不管是将来的本业赚钱 还是持有这个儿子的赚钱 都会很高兴 关键重点 你去对照一下 同样的时间 从7月份到现在 长荣跌5成 信国从46块多 涨到今天的143.5 长荣跌5成 信国涨两倍 我们买在83块6 超过7成 83块6 超过7成 那一个关键 你想想看 我举个例子 同样是200万 我当初跟你讲 不要在人多的地方 你还要去上船 每个都要想要当 卤夫当航海王 结果都被抓去当水手 好辛苦啊 200万的资金 现在跌5成剩100万 只跌了没有 还没有 同样的资金 你去买信国的话 200万已经变多少 600万 我们也不可能买在低点 但是一个趋势 做对 你可以赚两倍 做错 你可以变腰斩 同样的时间 这三个月的时间 7月 8月 9月 这三个月的时间 差多少 我告诉你 接下来也是如此 接下来第四季 你不要认为第三季 你错过了 第四季 还有没有这种信国的标的 有 我可以很肯跟你告诉你 有 因为他要掩护指数股提款 他继续会拉中小型股 你看到盘面 每一天那种 中小型股 这个涨停 那个涨停 这个涨停 那个涨停的时候 你会去管你的指数股吗 外资 这些控盘手 就在提款 这就好像 在市场上 你看到一个 马戏团在表演 哇 那个好厉害 又会变魔术 又会喷火 好厉害 好强势 结果呢 后面有人就把你的 大笔大笔的资金 给领走了 那就是全职股 长荣跌五层 信国这三个月 涨两倍 阳明跌五十四% 超过五成四 有没有 信国涨两倍 万海跌四十八% 信国涨两倍 一来一回的落差 你知道 跟错资讯 你会差多少吗 真的 接下来十月份 中小型股的差异 也会很大 不是说 所有中小型股都会涨 中小型股 你如果说前面 位阶很高 我也教过大家 你把这个位阶怎么看 周线拿出来 看个五年 十年 如果说你的荧幕 或者手机看不下 你去看电脑 如果你说周线 周线看不到五年 十年 你看月线图 月线图 至少看五年 十年 怕是在高位阶 还是低位阶 五年 十年 在低位阶 有业绩成长 你怕什么 如果在高位阶 拜托 拜托 为了你的财富 为了你打拼多年的积蓄 避开 这是我讲真话 我们头股做了这么多年 心里都很明白了 最重要的 你看我们在今天开盘前 我再讲一次 早上7点57分 货柜运价走跌 上海集装箱运价指数 连20跌 我怎么讲 不光是货柜跌 BDI指数 BCI指数 都转跌 大陆休息了 10月1号 连价7天 不抢船 不抢船 又停下来了 货柜运价 散装运价 都走跌 今天的水手 会划得很辛苦 早上开盘前 7点57分 该避开 就要避开 全市场 谁告诉你 这是我们的Telegram 跟大家分享的 免费 我说实在的 我也可以带你去放空它 空它 空下去 好像又可以很大声的讲 问题是 我们现在手上有做多单 我认为 它也不会让指数 放手 让它连叠 放手 让它连叠的话 我讲白一点 你10月份的消费券 那个振兴券 10月份的振兴券 效果就会大打折 这个现象 BDI BCI指数拉回 是不是 包含了台阳 我们在开盘前就讲 台阳 红阳创投 红海的红阳创投 把它的持股出清 8月份亏损 每天开低走高 开高走高 天天红可以往上拉 结果发现什么事情 红海 把他的 创投持股给出清了 原来 拉高出货 我说过 我看不懂 我也不会做 基本上 你看到跌破5日均线 就像昨天的亚聚 跌破就该卖 没有什么恶话好说了 昨天我讲的南方 是不是一转跌 一开盘就 开高盘 一转跌 你卖 还可以卖在高点 还有冲到26.45 结果一收盘 把昨天的涨幅全部吃回来 粒粒更是转跌之后 今天杀到跌停板 我们带会员 我说 飞机盘面的强势个股 除非你手脚很快 昨天抢的 今天赶快卖掉 不然你没有赚到 甚至你尾盘杀到跌停板的话 你去追杀 可能还会小赔 没错吧 这个关键 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通膨 通膨 中国限电的锻炼恶化 会推升 通膨的加速 这个通膨的加速 美国培根 40年来最贵 吃到培根肉 都会有点牙疼的时候 痛不痛 会痛啊 中国电荒 冲击蔓延 会加重粮价的危机 什么意思 万物皆涨 这个现象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的货币 恶性通膨 100万变1块 100万变1块 你能接受吗 真的不能 这是谁造成的 市场上 今天跟你讲了说 五大因素造成通膨 我说讲简单一点了 只有一个 美国一直印钞票 美国是全球货币 大概六成七成的一个 流通主要的重心 这个美国拥有 铸币权的 喊化权的行刑之下 它一直印美钞 美元会值钱吗 这个关键 广东开始涨电价 甚至广东涨电价 影响七大台湾的供应链 有没有影响 一定会有 这个情形呢 中国多地的iPhone 13 全系列价格飞涨 本来说四天就开始往下 挂牌四天就往下跌了 现在一天跪一两千 为什么 生产线接下来断链 如果是断链的话 9月提前结束 9月营收不会影响 现在要关注的 不是9月营收 10月份 10月份大陆限电限产 又开始造成供应链的断链 影响还会蛮大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看 我昨天讲的大陆突袭式的减排 利用减排抢再生能源的商机 这个对太阳能是有利的 是不是 细料价格大涨 一周涨11% 然后呢 云南工业细料减产9成 太阳能要涨价 对台湾是有利的 这个现象 注意 9成减9成 8月以来价格已经涨了多少 3倍 那今天盘桌就有问我说 老师这些太阳能冲高又压下来 还可以报吗 报 我跟你讲结论 为什么不报 一个关键重点 早上这些工业细架大涨 太阳能再喊涨 对不对 中国能耗双控发酵 细材减产 太阳能板吹涨价风 再加上能耗双控 涨价风开始扩大 这个情形在今天盘中 我跟太阳跟好朋友们分享 我们的部落格讲这个重点 台湾太阳能是受惠的 第三季 7、8、9月 三大法人没有买太阳能 今天一下冲上去 你叫法人怎么买 冲上去再压下来 才有低价位震荡低接 了解吗 这个关键 我在盘中盘后 告诉会员朋友一句话 这一句话你特别注意 大陆云南工业细减产的时间 9月到12月 减产9成 太阳能的需求不变 需求还是在 供给一下减少9成 就算有库存好了 会愿意马上卖出来吗 当然不愿意 接下来不是只有10月1号涨价 是会涨到12月份 如果12月份 还没有很顺利的把店供应回来的话 因为12月份 马上是1月份的农历 很冷的时间 大陆的电力一定还会不够 如果这个又延后呢 涨价会涨完吗 不会 这一句话 他的减产 当地细产业的业者 9月起到12月份 4个月减产90% 会一天就结束吗 不会 我盘中因为 还要写外稿 就是跟电视媒体 在分析的时候 我都会习惯赚考 跟我们的团队 所以我在盘中 跟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呢 我通常会讲的很简短 会不会 还是说我真的没把握 我没把握 我就跟你讲没把握 这些重点 我就跟你讲说 会 继续看涨 他不会这么快回来 盘中 我就常常就很简单的回答 可不可 会不会 好 不要 不要生我的气了 我不是盘中不想理你 是盘中我们真的是团队 还要开会 还要去媒体连线 甚至还要做功课 甚至盯盘的价格 还要特别注意一下 很多事情在做 所以盘中 我就尽简短的 一个字 两个字 跟你讲答案 这是最简单 最直接的 这个地方 还会再涨 太阳能 还会再涨 拉回注意低点 那么疫情部分呢 你看看 新加坡 昨天的疫情又创高了 2478例 新加坡疫苗 两剂打到快八成 两剂打到快八成 新加坡是模范的防疫生 现在新加坡失控 疫情结束了吗 台湾现在是疫情控制的好 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辛苦了 疫苗也开始源源不断的进来了 有机会赶快去打 我还是建议大家都要去打疫苗 再来呢 口罩一定要戴好 口罩消毒一定要做好 你看看新加坡最好的例子 新加坡昨天2478例 你看这个图形 疫情还在爆啊 再看看临近的南韩 南韩昨天2484 跟新加坡 新加坡2478 2484很接近 南韩也在爆啊 懂我意思吗 南韩新加坡疫情都还在爆表 不要对防疫松懈 那这个时间点呢 接下来2000亿的大商机 五倍券 倒数计时之中 这个五倍券 包含了家电 零售餐饮 超商受惠 把握机会 有压下来还是买点 不要说跌下来不敢买 早上开盘前 我们今天新会员朋友啊 盘下压低下来分批买 甚至我今天还有买一档生计的股票 平盘附近买 真的有压下来 不要怕跌 而是跌下来 买什么标的 你一定要知道 那这个时间点呢 你看国旅券 大受欢迎 行政院支持加码120万张 你知道这120万张目的是什么吗 8000亿的旅游花费 希望留在台湾 内需五倍券 国旅券 会不会受费 第四季的主轴 提振内需 振兴经济 做得好 我跟你讲 执政大工一件 做不好 大工没有 小过一个 因为国际的外在环境啊 真的是很辛苦 不容易 一定要振兴国内的观光消费 那么五倍券受惠股 盘中还是建议新朋友低阶 务必跟上 接下来呢 你看看今天上市没有涨停板 有没有 上市没有涨停 上柜还是四家涨停板 这个盘式节奏 信国 今天大涨 高端疫苗 今天上涨 利凯KY 今天盘中还一度大涨7% 还有包含达能盘中一度大涨9% 信国呢 在29号前天的时候 攻上五成的涨幅 同时呢 昨天到140 今天到多少 昨天到140 今天到144 股价冲到波段的新高 好幸福第二 如何掌握 我们从83块6到现在 你知道吗 超过七成 超过七成 最重要的是指数避开了 货柜三雄避开了 这些中小型股 有一些比方说AI概念股 还在这边上下跟你洗的时候 不要被洗掉了 信国第二 甚至还包含了我们所看好的五倍券 十月份的主轴 我们都帮你准备好了 跟上我们的脚步 直接报名 080 037 0888 你要解套 要翻身 货柜三雄 不要在原来的股票上 期待它马上V型反转 我没有这个能力帮你喊上来 但是我有能力帮你去换到 接下来十月份的主轴 帮你反败为胜 把握这个机会 好很快我们看一下 那今天的盘式啊 很精彩的重点 你看到现在 来我们先看看台子期 现在小涨43点 还好啦 没有继续大跌 今天晚上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美国道琼这四天跌的有点重 晚上稍微谈一下 帮助不大 要注意周线 周线的KD指标 道琼 纳斯达克 费身半导体 全部往下 有反弹 你应该注意到 那些指数股该卖的 该避开的 不要碰 好不好 好很快我们看一下好朋友 询问的个股部分 那今天来讲 大家周末愉快 今天有些个股包含了 像信国创波段新高 那信国的妈妈呢 其实不用那么难过了 说真的 有些时候你要去想 他不把你洗出去 他怎么大涨 我前两天我讲AI概念股 也是如此 今天信国的妈妈也是如此 不把你洗出去 他不会大涨 当你卖掉的时候 我跟你说股市有点邪门就在这里 明明是你知道的好利多股票 你抱不住 看到大盘跌你就卖了 看到今天跌你就卖了 卖了以后呢 你能够保证 这两天周末时间他不会放利多吗 放了利多以后你还回来买得到吗 是不是 真的要用心去思考这些操作上 很多很多很细小的动作跟细节了 那再来 目前盘摄上来讲 很多个股杀的好凶啊 说凶 让人感受的 有大力光这么凶吗 你看看大力光 大力光3230到2135 这三个月789这三个月跌了多少 足足1000多块 还不到1100 跌了1000多块 不要说大力光了 真的很多股票 你看看这个比方说像我们这两天讲的2375的凯美 有没有 2375的凯美 2492很多人都有的华欣科 怎么会这样子 这个我们早就都讲了 我们就不要再重复了 好不好 那再来 这个盘石接受来讲 跟上我们的脚步 不要自己去乱猜 因为在这个时间上有很多个股啊 下周五倍券要开跑 不要说好股票 你没有买 反而又卖在低档的起涨位置点 那再来 目前在整个 这个 还好啦 那个台阳没有买 今天台阳真的真的就被杀到跌停板 我刚刚讲 你看台阳间杀跌停 莫名其妙 八月份亏损还能够继续往上拉 美国要换华为的设备 他能够做得到吗 一般来讲是换摩托罗 换欧系的 怎么会是换无线 那卫星设备呢 今天一根跌停板 像不像昨天的 台剧 亚剧 上引线 结果呢 一根长黑破五日线 今天继续跌 好 这是我们都讲过的部分 那再来 目前的盘式上 有很多股票 真的 该避开就是还要避开 好 赚钱就像陈姐 有赚就跑 有些时候呢 是对的 那这个时间点 台积电纹 五七八 真的是跌破 想想看台积电这一波 跟你讲 台积电 2330的台积电 这个八月二十五号 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 要调高 晶圆代工价格 冲到六百三十八 可以跟你说 九月份的营收 很可能会创新高 可是十月份以后呢 现在厂商已经开始有踩刹车的现象 十月份以后 要谨慎一些 不能说看坏 要谨慎一些 好 这点要特别注意 那再来 目前在这个 有些秘新的 那个秘新的故事 你说你是我的粉丝 我跟你讲 这个秘新的故事 你没有来过我现场 我在演讲会的现场上 私底下讲 可以讲 有些牵涉到的公司 或者是 那些主力背后 这些人都还在台面上 讲下去 会被告 不能在这个媒体上讲 私底下 演讲会场上的私底下 我可以跟你讲 这些很精彩的内容 或者是我忘记了 下次你来会场的时候呢 你在私底下来问我 好 我会跟你讲 这些精彩的重点 好 那有些股票 真的强势个股 应该是一张不卖 才会有奇迹自来 如果是你高档买的 一张不卖 现在很辛苦 很辛苦 这个我们都 讲过了 这个都很特别注意到 那再来 那这个盘式 如果说 手上的这些好股票 不要去做杀低 好股票 还会有机会 那在股价的走势上 我看看 在盘面上的走法里面 有一些个股 我看看 莲华可以买吗 1229的莲华 就食品类股来讲 它前面也有涨一波 相对 你说这个地方能不能买 我认为五倍券 它的受惠 虽然是内需 也会有受惠的条件 但是不是最好的 我只能跟你讲 你如果要买的话 就把这个低点 53块8 53块8色停损 能够涨多少 我没有办法把握 我跟你讲 因为 五倍券的重心 不是叫你大家去买 买食品 买零食 是真的要促进内需的消费观光 它的属于成长幅度 受惠幅度 不会太大 真的会大的 就像我们这几天 一直买的 五倍券的大受惠股 去年三倍券的时候 可以业绩成长五成 今年五倍券会成长多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压回来压回来 我们敢带的会员朋友 一直低接 差别在这里 不是不能买 是买了以后 赏幅有多少 这点你一定要评估一下 好 那大家 明天去吃鱼 吃鲍鱼 放假了 这个地方 低调一点 我觉得还是低调一点 这个时间点 很多人很难过 货柜三雄 今天还是真的很多指标股 大力光的投资朋友 我们已经讲了太多次了 请你避开 不是今天事后讲 我们是真的讲了很多次 你都可以看我们前面的影片 所以说 这个时候也不要什么大肆庆祝 赚钱要低调 股票市场上 真的 不管是 赚了哪一档股票 一定要低调 也不会惹自己的麻烦上升 好不好 那6125的广运 怎么看 6125的广运呢 股价的走势 拉回整理吧 它的走势上 虽然今天有量 可是你看它的今天呢 也是有出现这种黑黑 进入整理阶段 说大跌还不至于 你说要大涨 还要再整理一下 支撑点 我们先看 能不能站回五日线 28块1才能够转强 不能转强 还是先压回 那1513的中心电 有没有救 它也是算整理形态 不算那种大涨的 比较关键的是 政策在拉的是 9958 风电 世纪钢 今天也被压回 这个情形呢 应该也会进入整理 整理会不会跟着 大盘盘叠 有可能 因为它的走势呢 你看它的年线 半年线 季线到月线 有点是长期均线 已经开始导致 这种情形呢 我会建议先避开 你说有没有救 均线结构来看的话 是已经长期均线在上面 这个是一个 要往下压低的盘叠走势 好 这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再来 每个人都觉得 好像自己被监控了 其实换个角度讲 它不是那种天眼的监控 而是股票市场上 你买的股票是谁卖给你 你卖的股票是 谁把你的股票买走 真的是有一个相对应的 买方跟卖方 这个点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的时候 股价的涨跌 往往跟你的想法跟做法 是相反的 很奇妙吧 慢慢体会 你看看2492的华信科 为什么一路盘跌 这个我们都讲在前面 讲很久了啦 那再来 目前在盘设个股里面 我看看 好 这些像有些很多的经验 我们真的是要慢慢体会的 有些时候你讲太多 讲太早 对一些新手 新的投资朋友 不了解 只能讲说股价 股价 有没有觉得很强势的那种感受 我先跟你讲 现在的大盘指数 今天是拉了68点的下影线 68点的下影线 如果大盘先压一波以后 再慢慢的止住跌势 换这些中小型股 会涨得很凶 为什么 大股票它不太会弹啊 今天是杀有量 是破了这个上升趋势线 有没有 破了5月跟8月的上升趋势线 也跌破了这一波涨势的二分之一 所以呢 这个地方有量 如果下礼拜指数如果先反弹 没有量 没有量 大股票 千金股 所谓的大股票是股本很大 股价又是千元 五百元以上的股票 尽量不要碰 好不好 这些我们都是讲的 很多很多 操作的经验跟好朋友一起来分享 好不好 那个王大哥晚安 那么这些来讲 我说实在的 这些经验的分享 能够把加权指数回挡二分之一跌破 能够把2603 这个2603 有没有 2603的长荣 它的支撑在哪里 2609支撑在哪里 甚至2615的万海 接下来的支撑在179.96 180 180不能跌破 如果180跌破 你看下一个支撑有多远 全市场上 大概没有几个可以跟你讲到 这么详细的内容 好 该讲的我都讲了 再回头看一看 这个4192的信国 差太多了吧 信国 今天那张 还包含了5227 6547 好 这些股票能够继续的上涨 凭借的是什么 第四季有利多 第四季有利多 大家最关切 今天你看到太阳能呢 我把导致一下 太阳能除了安吉 茂迪有盘中亮灯涨停以外 其实上影线都很长 有些还硕河 国硕这些本来拉回来 做什么 洗盘 不要涨上去就追 跌下来又开始害怕 该短线该长线 你要分清楚 我说接下来的重点 除了五倍券之外 还有信国第二 如何来掌握 信国我们83块6 买到现在 今天已经超过7成的幅度了 接下来信国第二 188的方案 周末时间办好手续 现在就可以拨打0800370888 办好手续 我们礼拜一一起来掌握 10月份的机会 把这些重点分享给大家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再来信国第二